我们继续啊 我们上半场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什么是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 中国哲学的主题 始终是回答一个问题 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 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史围绕着这个问题 安排自己这个生命的第一步是什么 出事 把自己从现实世界中超拔出来 因为我们的心有无限的一面 它无法在现实世界中被安顿好 所以就第一步叫出事 那么欧洲人的心 也有无限的一面 都是人 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 也有心 也有无限的一面 需要安顿 他们如何出事 宗教 欧洲人 基督教 阿拉伯世界主要是伊斯兰教 以宗教的方式安排了一条 指点了一条出事的道路 基督教 基督教从犹太教来 犹太教的第一个出发点就讲人生是什么 人都有罪 那叫原罪 我们都有一个有罪的灵魂 因为亚大夏娃 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偷吃了知识自述的果实 有了理性 是吧 那叫罪来了 于是上帝惩罚了 亚大夏娃 怎么惩罚 把他们从伊丁元中赶出去 为什么要赶出伊丁元 就是不让他们再吃另外一种受伤的果实 那叫生命之术 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 偷吃了知识自述的果实 是吧 有了理性 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可以征服一切 上帝惩罚他们 如果他们也吃到了伊丁元中生命之术的果实 会怎么样 将没完没了的活下去 那么就跟神一样 上帝把他们赶出去了 于是人就这样存在 一方面凭借自己的知识的能力 可以无所不知 另一方面 总是面对虚无 终有一死 我们的存在在根本上的有限和渺小 跟我们的知识能力的无限快展 形成了一个矛盾 中国人也当然也知道这件事情 装饰讲过去什么话 生有牙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是吧 而知无牙 知识是可以无限的 生有牙而知无牙 那个牙就是天涯海角的牙 生有牙而知无牙 以有牙足无牙代以 以有限的存在生命 去追求那无限的知识 总是失败 装自己 那么犹太教的最初的先知人物 抓住了这件事情 人凭借自己的理性 获得无限多的知识 但是人不能忘记 自己的存在的根本的有限和渺小 我们有知识不是我们的骄傲 倒是我们的罪 这犹太教 想想看有道理吧 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知识 是可以无限的扩展 凭借理性的能力 可以征服一切 能遗忘了自己存在的 根本的渺小和悲见的话 这样的人是最可怕的 他失去了必要的谦卑态 信仰的前提是什么 谦卑 这不是从谦虚的美德 而是从根本上认识到 自己的有限和渺小 这样的人才可能有信仰 重复领会到自己面对的虚无 以对虚无的领会活在当下 这也是佛家的原则 所以西方人呢 安排了 走了一条宗教的路来出世 他们崇拜 敬畏上帝 他们渴望天国 上帝和天国都是超现实的 这就是他们出世的路 中国的人的出世的路 不是宗教 是哲学 我们有我们出世的路 哲学的路 他们有他们出世的路 宗教的路 所以欧洲的基督教传统 让欧洲的小孩出生之后不久 又做一件什么事呢 洗礼 就加入了什么 教会 然后设施以后就要多圣经 比如说他们结婚了 婚礼在哪里举行的 在教堂里 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 它意味着什么 婚姻不是这两个个人之间主观上的事情 他们的这一次婚姻 他们的这一个婚姻 是上帝的事业的一部分 让他们领会这一点 我们今天中国人搞婚姓公司是吧 可以这个当事人啊 新娘新郎跟那个婚姓公司的主持人 商量着这个仪式该怎么进行 加什么内容 减什么内容 在这个宗教图那里 这件事就是你做的吗 我参加过教堂里的婚礼的 我看着呢 真正的体会的 我们凡人是没有插嘴的缝的 整个遗色有牧师 或者神父主持着 如此的庄严隆重 让一对新婚的夫妇 体会到他们的婚姻 操作个人之间的选择了 是什么上帝的事业的一部分 这是不是出世了 出世了 我们有这种出世的路吗 没有 我们是哲学 中国哲学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年轻的一代 没有在中国哲学里边 走过出世的路 问题说在这里 我们遗忘了那个心 这知道头脑的事 好 我们接着就来讲第二部分 什么是心学 心学不是心理学 先告诉我明白这件事 心学开端云 谁梦死 孔子是卢家的开创者 孟子是卢家的继承者 当孔子论道的时候 核心观念是什么 人 所以卢家的学说 也可以叫人学 因为人 因为人是卢家的核心观念 从人学走向心学 这一部是孟子 所以孟子是中国哲学 心学的一个真正的开创者 好 我们就来讲讲 先来讲讲这个心吧 孟子 孟子讲 人心有四个方面的善端 端就是根源 就道德的根源在人心中 这样孟子就跟荀子争论了 关于人性的问题是吧 孟子认为人性本恶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这叫性恶论和性善论的争论 我们先来看看 孟子的道理 为什么孟子认为人性本恶呢 他的论证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人首先是生物 生物必有自保的本能 比方说我们都有一个位 胃饥饿了就需要食物 倘若食物有限 你知道了我就吃不到 会怎么样 我们绝不会说 你知道了我就不吃了吧 这不可能 因为我的胃还饿着呢 人都有生物的自保本能 所以当生活只要有限的情况下 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什么 争夺 一定有利益风筝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叫人性本恶 但是人比动物聪明一点 聪明在哪里呢 知道在利益争斗当中 可能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争斗双方同归与尽 整个社会就解体了 为了避免这种同归与尽的结果 人类的聪明 让人发明了道德 什么叫道德 就是把利益风筝 限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 以避免社会解体的结果 道德的规则就这么来的 这是寻止的学说 我们遵守道德不是为了别的原因 是为了什么 让利益斗争 被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 因此寻止认为 道德在哪里来的 来自人的自力水准 人的自力水准要比动物高 所以人可以预先避免 同归与尽的结果 发明了道德规则 寻止的学说是这样 孟子认为道德来自什么 来自我们的心 孟子这样讲 摄影之心 人皆有之 修物之心 人皆有之 辞浪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 车影修物 辞浪是非 叫心至善端 有四个善端 端就是根源 孔子讲人 那么人 那么人的根据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心里 叫 摄影之心 人之端也 孔子说了一个人 但没告诉我们 人的根据在哪里 根据在 摄影 这个 这个 摄影之心的心 你如何翻译它 比方说用英语翻译翻译看 你如果把它译成 heart 来 学过英语的朋友知道 那么它完全可以是个什么 心脏 所以孟子讲的心 是不能一层heart 动物也有心脏 那么能不能把它译成 另外一个英文的单词呢 Mind 学过英语的朋友知道这个词 仍然不可这么言 Mind叫意识状态 心知状态 它也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叫心理学 心理学的对象就是Mind 生物学的对象 比方说heart 研究心脏 孟子的心学既不是心脏学 又不是心理学 它讲的那个心 超出生物层面 是吧 又超出什么 心理层面 既超生物又超心理 那个心 是孟子所说的 英语中找不到 何时的词翻译 conscious conscious 是叫意识 是mind的一种状态 所以也可以心理学的研究它 在英语中找不到词 在德语中找得到 叫commute 所以当德国的哲学著作 讲这个commute的时候 你把德文的哲学著作翻译成英文 碰到commute这个词 你怎么办 不得不用英文当中的mind来翻译 是吧 然后翻译的时候 一定不会忘记 加一个括号后面 把德国的原文放上去 叫commute 提醒英语的读解 我们虽然用了mind这个词 其实它不是mind 叫commute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为什么从英语中找不到一个 何时的词来翻译孟子讲的心 说明说英语的民族 思想中确这一块 在德语当中有commute 说明说德语的民族 思想中有这一方面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 在近代的发展 为什么英国哲学 走经验论的道路 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commute 而德国哲学 从counter到黑格都知道commute 那不是经验论的哲学 不是经验主义 是诗变的 中国思想呢 从孟子那里就开始讲这个心了 既非heart又非mind 这个心存在吗 所以在孟子和荀子之间的争论 一个叫性善 一个叫性恶 究竟是性善论是对的 还是性恶论是对的 许多人以为这个问题 将永远证不清楚 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永远没有答案 绝非如此 当孟子讲人性本善的时候 他讲的人性其实是什么 生物性 自然性 当孟子讲人性本善的时候 这个人性是生物的吗 是自然的吗 超生物超自然 那叫性 所以这两个思想家之间的争论 其实是不在同一个level上 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是吧 荀子在生物学层面上 孟子在什么 心学的层面上 全部的问题 现在在什么问题中 就是孟子说的心 是否存在 你请孟子拿出来 给我们看看 他拿不出来的 肯定拿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为他做一个论证 就是他所说的心 是存在的 怎么论证 找了某人 去抢了银行 后来被逮捕了 送到法庭上受审办 法官就跟这个罪犯讲 想要了解他犯罪动机是吧 那么这个罪犯是这么回答法官的 法官大人 你承认不承认 我有一个胃 包括这是的 胃在饥饿的时候 要不要食物 有的 食物在今天是不是用钱买来的 没错 我现在向你法官大人证明 我三个月来身无分文 这证据都在 法官看了这证据是成了 去世 你三个月来身无分文 现在轮到罪犯反问法官 这三个月来我身无分文 请问我的胃还在吗 在的 要食物吧 要的 收用钱买来的 对的 钱在哪里呢 钱在银行里 所以我去哪了 法官发现他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于是宣布 释放 这样的法律审判可能进行吗 不可能 任何法律审判的前提是 把被审判者当人看 什么叫当人看 就是把他们 知道他们都有心 有一个孟子讲的心 因为有孟子讲的心 因此才对自己的行为 拥有什么 责任能力 才有自由的意志和行为的责任能力 他来自孟子讲的心 不是来自心脏 也不是来自mind 心智状态 心理状态都不是的 假如狗咬了你一下 你该怎么办 开个法庭审判他 向他宣布 渐进三个月 很有意义吧 你这是把狗当人看 确认他有心 但狗 没那个心 所以狗咬了你一下 你就狠狠的贴他一脚 让他下次不敢咬你 就可以了 狗咬你一下是自然现象 你狠狠的贴他一脚 也叫自然现象 法庭审判是社会现象 一切社会存在 前提是什么 人有心 这就够了 孟子的学术 仅仅给说明这一点 就可以为他论证了 假如有一个 手无伏击之力的老太太 在马路边上摆设瓶铺 上面有面包 苹果之类的东西 迎面来了一群 机场奴奴的小伙子 向他走来 按照自然界的法则 这老太太赶快逃 因为他手无伏击之力 如何抵挡得住 这一批生长力壮的小伙子呢 但这老太太没逃 他安然坐在那里 为什么 他知道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 来了一群动物 没错的 因为他们都有胃 对他的食品有需要 可不是来了一群天使 天使没有胃 对他的面包 苹果没需要 这是第一个事实 来了一群动物 他知道 他同时知道 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 来了一群什么 有心的动物 所以来到食品福面前干嘛的 不是来抢东西的 口袋里掏出了另外一种 只有心能够认识的东西 叫money 货币 然后跟他进行商品交换 这就是孟子奖的心呢 假如把孟子奖的心拿掉 还有人为社会吗 我们就在动物圈里了 孟子何须我们 再为他做蝙蝠呢 不需要 人因为有心才能认识到 实际是社会存在 比方说 你把一百块钱拿在手里 在狗面前晃 有意义吧 他就闻闻看 没有肉的香味 跟他没关系 一百块钱是社会存在物 唯有孟子奖的心 才能 让我们知道 社会存在如何来 否则我们叫自然存在 好 这样孟子就开始 孟子学说的最精彩的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 说出这个心了 我们现在就来讲讲这个心吧 孟子举了一个例子 那我们相信能是有心的 举了个什么例子呢 如子落井 一个小孩掉到井里去 如子就是个小孩 入井进入这个井 就掉到井里 你看到了是吧 如子落井 让我们必生什么 互贴车影之心 我们把这个政策写准备取出 车瘾就是什么 哀痛 惊恐哀痛 心中一定起来 你看到一个小孩掉到尽力了 毕生护铁车瘾之心 他正在水里挣扎着 你惊恐了 你哀痛了 情不自禁的要去救他 你救这个小孩 孟子接着说了 不是想要跟他的父母交成朋友 也不是想要通过你的这个拯救他的行为 在乡里乡亲那里获得好名声 也不是为了避免 如果你不救他 你的名声就不好了 都不是彻于这个原因 是因为毕天车瘾来了 就那个兴起来了 我跟这个小孩之间 是两个不同的人 对吧 我有我的肉体 他有他的肉体 本来是两个个体 叫什么 形骇间隔 我们的身体 把自己跟别人分开来了 这个分开就叫形骇间隔 当这个小孩掉到井里 你看到的时候呢 忽听 忽听车瘾之心 悠然而生 这个心一起来 就把这个形骇间隔什么 突破了 打通了 这时候你跟这个小孩什么 连为一体了 这叫 人心感通 我们现在来抓住 孟子学说的要点 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个体存在 对 用英语来说叫individual 这个学过英语的朋友 知道这个单词 是吧 individual 个体 这个单词两层意思 一个叫个体 一个叫个人 在individual后面 再加一个后缀 叫ISM individualism 这就是主导近代以来的 西方社会的原则 叫个人主义 西方近代社会 进了资本主义 他们的基督教衰落了 本来欧洲人在中世纪 都生活在宗教团体里 那叫教会 他们都是团体中的个人 基督教衰落 他们就从团体里面出来 变成一个个个人了 叫个体的人 然而他们按照理性的法则 确定人与人的关系 契约原则 用理性来定立契约 所以个人主义原理 是欧洲社会 近代以来 这到今天的欧洲社会的基本原则 中国思想不能理解这一点 觉得它不可思议 虽然我们承认形骇间隔 是吧 但是我们又连在一体的 是什么让我们连为一体呢 那叫人 当我看到小孩掉到井里 我互贴车影之心一起来 我就跟这个小孩什么 连为一体 这叫一体之人 小孩是人 我也是人 他掉到井里 我惊恐哀痛 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是同类 假如非我同类呢 假如那个动物 那个鸟兽 发出了哀鸣呢 你也会产生什么 承认之心 鸟兽的痛苦 它的哀鸣 你也会同情 这时候呢 你就跟什么鸟兽 连为一体 那么鸟兽还算是 跟比我们比较接近的动物 是吧 那么看到植物呢 花草呢 王阳明讲 我们如果看到花草 无故的被践踏 我们也会生 命世之心 这时候是我们 跟花草连为一体了 那么花草拥有生意 就它还算是生命存在 是吧 那么梅兽里呢 瓦石一类呢 瓦石无故的被毁坏 我们也会生故事之心 这时候是我们跟瓦石 连为一体 这都叫一体之人 所以人心发动 人心感同万物 感同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 中国的宇宙观来了 后来到了宋朝一个思想家 陆向山 说了一句话 五星便是宇宙 宇宙就是五星 就是我的心 当然这话你也千万别跟老外讲 他们听了又非常惊讶 那么英国的科学家霍金 就不要去研究那个宇宙了 就去研究你的心 等于再研究宇宙了 西方思想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现在对西方自然科学 比较的兴奋是吧 深受其影响 所以我们相信一个物质的宇宙 它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至于中国人却给出一个道德的宇宙 叫人心感同万物 那个宇宙太荒谬 我们想一想 究竟谁荒谬 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 这一点各位同意吗 无机物的存在 就是为有机物的存在创造条件的 有机物的存在生命来了 是吧 生命来了 那么植物来了 植物为动物什么的存在创造了条件 趋向于动物了 动物最后趋向于什么 人 人是什么 生命情感 生命情感的核心 就是人 好 我们说这样几句话 按照中国的宇宙观 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 生命趋向于什么 他的真理 叫生命情感 我们离开无机物 我们也无法生存 所以瓦石之类无故的被毁坏 我们会生固陷之心 那你离开这个自然界的无机物 你能生成吗 那么植物来了 动物拿植物做食物了 那个食物链就来了 是吧 所以植物趋向于动物 动物趋向于最高的有情物 人 按照佛家 有生命的东西都叫什么 有情物 有那个感情的情 有情物 那么最高的有情物是人 人的生命情感的本真的存在 叫 孔子讲的那个人 这个仁义道德的人 于是人心感通万物 人者 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我们现在破除一下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迷信 比方说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吧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高级动物是从低级动物那里进化出来的 高级生物从低级生物那里进化而来 最后进化出一个物种叫人 那么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 那么这个进化就是一个progress 是吧 进步 按照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本身它说不通 为什么说不通 我们知道日历学第二条定律 叫商定律 学过五点物理学的知道这条定律 这条定律告诉我们 整个宇宙的能量是从高位往低位耗散 按照热力学定律 最后能量是耗散完毕 叫热解 热就是热量的热 解灭的解 热解 但生命的进化倒是要倒过来 它违背了热力学第二条定律 它是从什么 低能量往高能量走的 从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就需要能量的积聚 而不是耗散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认识 色者生存 最适应周围环境的生物是最简单的生物 越是复杂 它的生应能力是什么 越差 最具有生应能力的病毒细菌 是吧 你要对付它真难 它以极快的速度复制自身 病毒 它生应能力强吧 很强 何须进化 越进化到高级的动物 它越是什么 生应能力下降 它要求的环境 要求 对环境要求越来越高 可见应该有一个目标在暗中指引着生物的进化 推动着它 是吧 它绝不是自然科学能说明的 所以西方能拿着宗教来跟科学战斗 是吧 达尔文进化论没道理 我们看生物界 它充满目的 那个老鹰的眼睛 为什么看得比人的更远呢 难道是色者生存造成的吗 上帝有一个目的安排出来的 西方宗教讲上帝 中国人不讲上帝的 讲整个宇宙的本性是什么 天地之大德越深